好了,斩断是为了容易听的 我们继续下去了 有神的人就来见以利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劳博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资派里面 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吗? 令到他萧香在我祭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着这个以忽德 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伙祭 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要踐踏 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将我的文 以色列里面的文 所献美好的祭 给了自己吃 因此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就说 我曾经说过 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走在我面前 现在我就要说了 我决定不会被你们这样做的 因为尊重我的 我一定会看重他 藐视我的 我一定会轻视的 日子必到 我一定会截退你的傍尾 和你父家的傍尾 令你家里面再没有老年人 在神令到以色列 享福的时候 你必定会看到我居所的败落 在你家中 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我必不从祭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 在未灭的 必定令到你眼目干 令到你心里面忧伤 你家中所生的人 必定全部死在中年 你两个儿子 何忽来 菲尼克所遭遇的事 可以做你的证据 他们两个人 必定在同一日死 我要为自己 立一个忠心的祭司 他一定会照我的心意而做的 我要为他建立一个巩固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走在我的秀高者面前 你家中所剩下的人 都要来求拜他 求银子 求个饼 求你赐我祭司的职份 好叫我有点饼吃 好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祭司的抱系 我们看到有以利亚撒 下面有菲尼哈 菲尼哈 以至到大卫时代是撒督的 另外一边有以他玛 以他玛下面有一个以利 有何忽利和菲尼哈 所以菲尼哈不是以利亚撒的儿子 而菲尼哈下面有阿希特 以家博 阿希特那边有阿希阿 阿希米勒 而去到大卫那里有阿比阿他 说到以利这个人 以利就是尊重他的儿子 过于尊重神 重视施情过于神的公义和圣结 他不像先祖以神的忌邪为心 六亲不应 屠杀拜金牛的三千人 以利没有魄力 情治他两个儿子 导致他们越陷越深 最终搞到无命 永远沉淪 以利之所以不愿意 隔除两个儿子的祭司的职份 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家会丢架 又怕丢神架 又不愿意事曝光了 另一个电视可能就是 担心祭司的职份 从此就永远转到以利的后裔 或者以外的家族了 但是他越是觉得丢架 就越丢架 他越是捉不住 就越捉不到 最后呢 就永远失去了祭司的职份了 以利的儿子 在财和色上面 都是犯罪的 以利就是在货不低名和权上 这些也是领袖 或者传道人最大的试探 以利家的罪业 虽然献祭奉礼物 但永远都得不到属去 固然是指 他的罪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 也可以引申为 以利不能够借着他的服侍 来取代他自治家庭的责任 以利对两个儿子 并不是出于真爱 反而是属于肉体里面的匿爱 因为爱是不喜欢不宜 而是喜欢真理的 好 来到这里 后面有同志 撒母耳在伊利面前摄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就稀少 不是整天都有默示 做了有一天 以利 躺在自己的地方 眼目就昏化 看不到东西 神的灯就在 神耶和华的殿里面 药柜那里准备灭 撒母耳已经躺了 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撒母耳就说 我说我在这里 撒母耳就去找伊利 伊利很不耐烦 就说 其实我没有叫你去睡 然后呢 继续了 接着耶和华又叫他 然后撒母耳又来找伊利 接着伊利又很不耐烦地说 喂我儿子 我没有叫你啊 你去睡 那时候撒母耳还没认识到耶和华 也没得到耶和华的牧师 主要呢 又来找他 伊利才明白 是耶和华在呼唤 伊利就说 叫你去睡 如果再叫你 你就说 耶和华 请讲伯仁敬听 耶和华真的叫他说 撒母耳啊 撒母耳啊 撒母耳就真的认他 伯仁敬听 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 我在以色列里面呢 必行一件事 叫听到的人呢 都要听到 我指着伊利家所说的事呢 时候到了 那我必定 始终呢 会应验在伊利的身上的 我曾经告诉他 他会降伏与他的家 而因为呢 他知道儿子作业 还有呢 至少呢 咒作 却不去禁止他们 所以呢 我向伊利家起誓就说 伊利家的罪业 虽然献奉礼物 永不能得熟去 撒母耳睡到天亮 就开了耶和华的电门 又不敢把墨士告诉伊利 但是呢 伊利呢 就呼唤撒母耳说 我儿子 叫撒母耳过来 那撒母耳呢 就回答说 喂我在这里 那伊利就说了 喂 耶和华跟你说什么啊 你不要隐瞒我啊 那如果你敢将神跟你说隐瞒的一句呢 我一定会罚你的 那撒母耳呢 就将耶和华所说的一切东西呢 就告诉伊利听 就一点都没有隐瞒 那伊利就说 哎呀这个真是出于神了 那怨他呢 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啦 那撒母耳就长大了 那耶和华真是如同在 令到他所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 那从旦到别士巴 那整个以色列人呢 都知道耶和华是纳撒母耳做先知的 那耶和华又在士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呢 默示撒母耳 撒母耳也都将这个话呢 传遍了以色列地 好了 教后一段时期呢 就有非理事人出现了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 从这个克里特岛的入侵 并且定居在加南沿海 拥有制造铁器的技术的 那这个呢 就是非理事的战士 而旁边这个呢 就是以色列的战士 那这里呢 是讲一个 若贵 回来的一个战士 那关系到呢 宗教 和关系继续下 那非理事人呢 就将神的药柜 从这个以便以者 就抬到去阿瑟特 那伊利呢 又听到噩耗 就是当他们两个儿子 同一死了 非理事人呢 就将神的药柜 就抬到去大菌庙 就放在大菌的旁边 那这个呢 其实是非理事人的神来的 那因为非理事人呢 刚才说到呢 就是来自克里特岛 那就是海盗之神 海盗之神就是什么呢 乳 乳神 那这个乳神呢 那第二天呢 就是这个阿萨特人 起来 见到这个大菌神 竟然跌了在那里 那就是在耶和华的药柜面前 那面伏于地 那就将这个大菌呢 仍然 砍在那里 那在第二天 起来呢 又见到这个大菌 就跌了在那里 在耶和华的药柜面前 面伏于地 并且大菌的头和两只手 都在门鑑上截断 只剩下了大菌的残体 就是这样趴在那里 所以耶和华的手 就重重加在这个阿萨特人的身上 大坏他们 令他们生痔瘡 那阿萨特和阿萨特的四景 都是这么坏的 而阿萨特人呢 就见到的光景就说 以色列的神的药柜 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 因为他搞到我们 周身不舒服 以及我们在神带菌的身上 那打法人呢 就去请菲利士的众首领 来聚责 就问他 我们向以色列神的药柜 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就说 可以将以色列神的药柜 就运到加特 于是呢 以色列神的药柜就运到那里 运到之后呢 以色列神的药柜就运到那里 以色列神的药柜就运到那里 令到那里的人很害怕 无论是大还是小 都生了痔瘡 那他们呢 就将神的药柜送到以格伦 那神的药柜到了 以格伦就哭 就叫了 喂 他们啊 将以色列神的药柜 搬到我们这里 搞到我们和我们的民 于是呢 就打法人去请菲利士的众首领 就说 喂 便你们呢 就将以色列神的药柜 放到原位 不要搞到我们 于是呢 神的时候呢 就重重攻击那地方 的城 那城里面的人呢 有些呢 就怕到死了 那未曾死过 那些又生了痔瘡 那合成呢 都呼呼呼 那些声音呢 就上达于天 那来来往往 就去到Bismark 这个地方 不是 Bismark Bismark 这个地方 好了 那 后来呢 又用两只牛 来混这个药柜 那 这牛呢 真是回去了 那 去了这个 药柜呢 是吧 那 接下来呢 我们会继续说的 好了 大家继续继续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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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